而依照国内目前长照机构探视规定 民众只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就不需要再提供三天之内的阴性证明 但是有民众说 他五月中在对岸打了两剂的国药疫苗 符合完整接种 但是他去疗养院探视亲人却被拒于门外 疗养院的说法是只认可我国接种小黄卡 台北市卫生局也坦言 目前只有采认小黄卡 即便补丹了国外疫苗接种记录 也无法获得任何的证明文件 民众想要探视只能自费筛减 好不容易等到长照中心解封 亲属终于能入内探视 但民众万万没想到 自己打了两剂疫苗也超过14天 仍旧被打枪距于门外 郭先生在五月底前 已经在中国打完两剂国药疫苗 八月初返台 经过14天解疫 7天自主健康管理 以规定应该不用付三天的阴性证明 没想到疗养院却告诉他 只认可我国小黄卡 为了取得小黄卡 郭先生甚至想在台湾追打 两剂疫苗但也被回绝 照上北市卫生局 回应似乎一样很无解 突然改口坦言 现在要进长照机构 没有证明就一律不给进 现在仅裁认小黄卡 民众即便到卫生所或健康服务中心 进行补灯也不会有任何证明文件 机构跟医院都不是做这种 国际接种文件认证的这个专家 所以就他们第一线执行面上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困扰 国外接种的记录 再怎么样能够导入到 我们的这个健康存折部分的话 事实上他相关的议题还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的研议当中 管你在国外打了什么厂牌 打了几记回国 没有小黄卡到哪都很难进 要进长照机构还是得乖乖 自费筛解界台北综合报道